再來看到 中共紀監委週四通報 兩名中共高官涉嫌嚴重違紀違法被調查 他們分別是原甘肅省監獄管理局政委梁怡堅 以及黑龍江原人大法治委員會副主任康志文 據明慧網報導 他們都曾在任職期間參與迫害法輪功學員 受到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的追查 通報稱 梁怡堅在甘肅省監獄管理局任職期間 利用職務之變 為他人牟利 靠奸吃奸 收受巨額賄賂 侵吞公款 長期影響公務執行 梁怡堅從1995年起一直在甘肅省監獄管理局工作 1999年起 任甘肅省監獄局副局長 政治部副主任 組織處處長 2002年7月到2015年11月任甘肅省監獄局政委 2015年退休 另據明慧網报道 梁怡堅在甘肅省監獄任職期間 对法輪功學員曹东和杨曉晶被非法牢教 陈仲宣被非法判刑 负有責任 同一天被查的還有 黑龙江人大法治委員原副主任康志文 通報稱 康志文在任職期間在職務晋升 項目承攬 企業经营等方面为他人牟利 涉嫌受賄犯罪 康志文2002年8月起 任牡丹江市委常委副市長 2011年9月起 任大庆市副市长 2013年4月起 任基西市委副书记 书记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市长 2018年1月起 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 法治委员会副主任 2021年4月被免職 明慧网报道 康志文在牡丹江任职期间 对法轮功学员关日安被非法判刑 迫害负有责任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出报告 追查梁一坚 康志文的相关责任 新唐人记者林一综合报道